意大利东北部早前遭受百年来最严重洪灾 导致至少15人死亡 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 农座勤处也难逃一劫 位于艾米利亚的重灾区 由于大量牲畜困在笼里无法逃生 成千上万的牲畜尸体遍布农场 其中在圣洛伦佐一座饲养是2万只鸡的农场 有超过一半的鸡之死亡 而在贝尔蒂诺罗的灾区 发现鱼百头死猪 农民协会还披露 除了损失大量财物 如今当地还有接近30万的牲畜处处在危险之中 同时还面对饲料危机 除此之外 由于艾米利亚也是意大利最大的畜牧聚集地 主要出产牛奶 肉类 鸡蛋和芝士等产品 一旦动物饲料短缺和居所破坏的问题无法改善 恐怕就将引发连串的粮食供应链断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末禹 末离